首次上稿20点07分更新时间20点15分 记者李荣平桃园报道 绿党桃园市议员王浩宇位于桃园市中立区福州路的服务处 今天凌晨30-20分遭波兰七中立警分局或报道场调阅监视器 仿查周边店家锁定一名机车骑士曾于犯罪现场附近逗留徘徊 趁深夜无人手持塑胶带朝铁卷能丢弃玄机跑步离开现场 当晚在中立区民权路的民宅前逮捕涉案的21岁 黄姓24岁逐近男子和涉嫌下手波七的16岁曾庆少年 三人倒案公称因不满王浩宇在网络的言论才会愤而波七 至于波七动机与年金改革议题是否有关联 三人均低调不愿多谈 全案训后由警方一回损罪嫌涵纵法办 由于蓝天行动联盟秘书长没有得生 在立法院开议到场抗议时爬墙摔下重伤不治后 王浩宇曾在脸书PO文解下800-1等于799 RiP 疑似在暗凤蓝天行动联盟与800壮士等团体 因应又得生的过世而少一人 王浩宇脸书一度被反年改团体灌爆 不少网友炮轰他太冷解 甚至有人打电话到服务处抗议骂脏话 但王浩宇后来回应网友 怎么有人在骂 是我算错了吗 坚持不会道歉 另外王浩宇在服务处被泼妻后也说 过去这几天服务处不断地接到自称反年改人式的恐吓电话 留言 杨 炎耀到他的服务处泼妻 就在今天凌晨 他们真的来了 对于这样的行为 他表达遗憾 但也尊重他们表达意见的权利 晚间得知泼妻者是一个16岁少年 没有前科 王浩宇表示 此案是一个少年被两个有前科的成年人叫做犯案 适用未成年身份规避行责 因回损失告诉乃论罪 他决定主动撤告 他认为这段时间台湾的社会有太多撕裂 太多仇恨 面上笑得死 明明是一场意外 却被操弄成抹黑政府制造对立的工作 王浩宇说 泼妻 泼妻 在泼妻 怨怨将报核实了 他愿意给这个少年一个机会 愿意给台湾社会一个和解共生的机会